牛舌 好 很嫩 然後它味道也燉得很入味 又不會太鹹 很剛好 我現在在捷運東門站附近的麗水街 那我今天想要找的第一個點是 地球之愛 他說麗水街上有一間 關心地球上花鳥、樹木、海洋以及人類的店 店名為地球之愛 地點位於麗水街的七之一號B1 現在應該快走到了 現在已經到了五之幾號了 七之一號應該就在前方的不遠處 找到了 變成Cassie海西民店 那下一間店我想去的地方是 也是一間看起來蠻有特色的餐廳 叫做長春藤 它在台北市永康街二巷的十一號 然後是一間法式餐廳 這是九號和十一號 所以會不會這一間鄰居家是九號 然後這裡是十一號 會再轉角另外一邊嗎 我們過來看一下 唉唷很多樹木喔 欸長春藤耶 有耶找到了耶 一樣的名字 一樣在這裡 還存在長春藤 欸酷耶 它外面還是一樣很多的植物 它的外觀跟以前改變得其實不大 二十年前到現在還存在的店家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那間店吧 剛查了一下它是十四點休息 然後我要進去的時間已經快十四點了 太可惜了 下一次再去 嘿我現在已經移動到了大安區的四圍路 那下一個想去的點呢 叫做絕佳風味 也是一間看起來蠻有特色的餐廳 164號 不是那間店了 T-O-N 痛 好可惜吃不到這間加拿大的料理 還有一間也是異國的料理 叫做希臘小館 在台北市安和路一段 141項9號 這附近有另外一間在書上的點 叫做老洋滷味 這本書給他很高的評價 他寫說你知道台北市最好吃的滷味在哪裡 問號 是士林夜市師大陸還是通話街 都不是 而是這一間老洋滷味 這評價太厲害了吧 這一定要去吃吃看 台北市最厲害的滷味 其實我剛剛以為這種滷味的老店 應該是還會存在 沒有想到老洋滷味現在也不存在了 我有搜尋到老洋滷味王的粉絲頁 最新的一篇是2018年發的 說他們搬遷到了建國南路一段 而且你看他們的電話 竟然都沒變 我之後一定要再找時間去買來吃 今天目前找了四家還五家 有一家還在啦 長春藤的法式料理 可惜今天已經過了用餐時間 嗨 現在是過了很多天之後的晚上 今天選擇晚上來這一間 長春藤的法式餐廳 看一下他晚上的外觀 上次中午用餐時間太晚來了 這次晚上來 但是我沒定位 希望有位置 現在進到餐廳裡面來了 那我先來點個餐吧 他的座位其實佈置得滿典雅的 這是菜單 看一下書上介紹 書上是說套餐每份830元 有開胃菜湯煮菜甜點水果吧 馬吉咖啡或紅茶 現在的套餐 已經是其他的價格了 有990元的 貴的也有3000多的 我其實來之前有先上網看一下 其他人的實際 我看到有滿多人推薦牛舌的 我有今天想點這個 現在用上方式是這個價格 就含湯品手工麵包還有沙拉bar 紅酒燉牛舌 牛舌 好啊 好 謝謝 桌上盤子就可以拿這邊的沙拉 好 這邊有沙拉bar 這邊都是可以自取的 還有這一區 有料理還有一些水果 甜點等等 餐廳的布置 那我們來吃吃看吧 先吃一下基本的 青菜 我很喜歡吃玉米 覺得可以一次吃一大口玉米很開心 這玉米是酸酸甜甜的味道耶 有調味過 黃瓜 堅果 這不知道是什麼 吃起來有米飯的口感 這是地瓜嗎 對呀 秋葵 這味道很特別 有一種香料的味道 這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蘿蔔嗎 它的美刀沙拉bar的菜啊 口味其實都滿不清淡的 還有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再來就是這一盤裡面 我最不太敢吃的一道 這一條很像青辣椒的東西 有一點辣椒味道 但是其實不會辣 可是我來之前有先做功課 這家店啊 它是25年前 旅遊書上推薦的 但它其實沒有這麼的年輕 這間店是從1980年 就已經開始營業到現在 現在2020了 它已經營業40年了耶 大家剛才有先詢問我說 要吃主菜了嗎 所以會等到我剛剛這些 前菜沙拉bar吃了差不多之後 主菜才會上來 來了 今天的主餐 牛舌 滿厚的一片耶 很香 今天的主餐牛舌上來了 來吃吧 它這一塊非常的厚實耶 其實它燉得很嫩很容易切下來 很好吃 這真的好吃 很嫩 然後它味道也燉得很入味 又不會太鹹 很剛好 這道真的是實際上 蠻對人推薦的 確實真的蠻好吃的 不愧是40年老店 最後一塊 吃完主菜了 還滿飽的 很滿足耶 這是第三盤 餐後的小點 來吃這個很像茄子的東西 我剛才放在嘴巴 就一股很熟悉的味道衝上來 我想它不是茄子啊 那它是什麼 我想一下會發現是 香蕉 滿驚喜的 而且好像臉皮 我臉皮一起都吃掉了 我坐在店內的小角落 靜靜看著這間在大安區 經營40年的法式餐廳 我幻想著它也一定 裝滿了許多家庭朋友 或是戀人的回憶 很慶幸可以找到這裡用餐 旅遊書 真棒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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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